我强烈怀疑你口罩没戴对 来引起重视 你戴着这个口罩 如果要临时摘的时候 你怎么摘 是这样搭拉着耳朵边吗 还是说很多人喜欢这样子 把它揪到下巴上 嗯 这种做法都不对 因为下巴是特别容易受到污染的地方 等你再把它戴回来的时候 就等于这里面已经都不干净了 耳朵也是一样的 临时摘口罩 你可以这样 对折一下 然后套在胳膊上 再戴还是干净的 到了办公室或者吃饭的时候 也不要就这么随便一扔这个口罩 特别容易就被污染了 要怎么做呢 你可以就是这样子对折一下 把里边冲内 然后找一张纸巾 这么一放 下一次用还是可以的 夏天天气比较热 大家都比较喜欢戴 这种一次性的比较薄的口罩 但是你要知道 看标准 很小很小的字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执行标准编号 如果有YY0469或者YY-T0969的字样 那就是应用口罩行业的标准了 这是比较放心的 没有这些字样的口罩呢 就没有那么好的防护效果了 现在呀 现在呀又有一点这个情况的小反复 所以呢我就特意录一条口罩的这个视频呀 要提醒大家还是要 亲洗手 少聚集 做好防护 导演 导演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